欢迎大家收看加拿大多伦多以北生活分享 今集会带大家游南一下位于加拿大东岸多伦多以北一个很值得去很出名的旅游景点 就是Historic Downtown New Market 新市的历史市中心 今天终于可以来到New Market 的历史市中心到此一天 是多伦多地区的好去处 先在New Market 的公共图书馆拍一辆车 这里很多时在飞繁忙时间都比较容易拍车 都是要看牌,有时可以拍两至三个钟不用付钱 可以拍在指定停车场或者可以拍车的街道 但是如果拍在街道就有机会要Parallel Park 现在我们走到Main Street 的方向 很多镇都有Main Street 主要大街 一来到New Market 的历史市中心 有个感觉就有很多历史建筑物 这座好像教堂的是什么呢? 一会儿走近看看吧 这座远远望到的就是新市的旧市正厅 很有型 刚才看到的那座教堂就是聖三一联合教会 这里很多地方都看到有加拿大国旗 看到有Main Street 的路牌 转过弯就到了 转过去主要大街 转过去主要大街 哇,街景真是好美 这里的景色和很多人认识的New Market 商业区 Upper Canada Mall 一带很不同 这里有名叫Historic Downtown New Market 就是一个历史市中心的旧区 刚才介绍过就是Main Street 这个主要大街 这条街都够很特别 两旁都有很传统的英式建筑物 还会看到有很多卖精致的小商店 这间卖家私用品 这里继续向前走过 对面马路靠右手边 有一间很漂亮的精品店 这条街和小店 真的很有英国或者欧陆的怀旧特色 这里真的有很多很棒的店 但是这次就不特意进去 真是志在逛街 relax一下 还有顺便看看有什么好东西 这里除了精致小商店多 餐厅都特别多 整条街都是 刚刚看到一间吃面的 有Party O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人坐 正想选有露天茶座Party O 坐来吃轻松一点 今次来吃午餐 想选一间比较多人的餐厅 本地西餐厅 最好是比较出名的那些 刚刚看到两旁都有珠宝店 在这条main street 开车 最高每小时行40公里 真的要小心一点 有很多人和单车 这里有特定的单车线 这条main street 当然是其中一个打卡位 很多游客特地会来吃东西 和光顾小商铺 我觉得这条main street 有点像markham union wheel 万锦市愚人村那一条main street 大家的历史市中心的屋 都很有欧陆特色的建筑风格 Union wheel 那条main street 就有个pond 有个池塘 就叫做too good pond new market 历史市中心附近 都有个很小的户 就是fairy lake 吃完东西之后 都会带大家去那里看一看 这里吃东西的选择真的很多 有牌子选择了 夏天来这里 这里吃少许会比较热闹一点 如果weekend 来这里 整条街还会更加旺长 今次终于找到一间比较 decent 的餐厅了 有party位 食客又坐在这里 但是人又不算太多 又可以对着main street 好有气氛 我又喜欢这把太阳扇 有很多象的图案粉红色象 好有趣 今天这么热这么浪 用来遮阴就一流 我初初以为是吃太阳食物 看到些酱 这间西餐厅的名字 原来叫lil hop tavern 可以很快点盯着manu 好多东西都可以叫 食物都好像很棒 今次会叫主菜 因为想快点吃 吃完之后可以游蓝其他景点 先喝一杯冬水,今天夏天有30多度,坐在派對其實有點熱 這間餐廳在New Market的Main Street都好人找得到,在209號Main Street South 坐在這麼繁忙的街道旁邊,見到這麼多人和這麼多車就可以感受到歷史史中心的氣氛 第一個主菜來就是福特加帳牆通粉 這次兩個人吃撐桌腳,另一個餐就叫做炸雞三文治 這碟長通粉加上福特加醬,真是有很濃的福特加酒味 只要這個炸雞三文治的賣相都不錯,都夠飽肚 這餐午餐夠豐富 我最欣賞這碟不是福特加醬,而是蝦 但只有四隻蝦,如果多放幾隻就更加好 吃完之後就可以補充體力繼續去逛街發掘新的景點 這次的旅程真的很有旅行感覺 好像去了歐洲的一個小鎮 天氣這麼熱就要記得多喝幾杯水才繼續逛 這次賣單稅後,tubes 前大約$44 餐廳職員教我走這條行就可以發掘到新的旅遊景點 然後就在餐廳轉過彎好像不夠一百米距離的地方 如果之前來過New Market的歷史市中心 很大機會會來過這裏認得這裏 因為一連四季都會開放給市民玩 是一個New Market的其中一個出名地標 看到家長帶小朋友來這裏玩水 原來這個地方叫做New Market Community Center and Lions Hall 中文就譯做紳士社區中心及獅子堂 這隻獅子好有型好有氣勢 原來這個現在有得玩水的地方 就是The Tim Hortons Skating Water Feature Tim Hortons 加拿大方已經好出名 喝咖啡很多人都特意選去Tim Hortons 喝 這個地方原來夏天就會開Splash Pad 水上樂園給小朋友玩 而冬天因為這個水池的形在長方形 就做了溜冰場 冬天特意來這裏溜冰真的爽 沒有記錯應該就不用入場費 但租鞋當然要錢 這個水上樂園或者溜冰場 可以來旁邊的停車場拍車 最多可以拍三個小時 但留意牌5月至10月有段時間是不准拍的 這個帶給很多人歡樂的場地 不知為何有Tim Hortons 這個字 不知是否Tim Hortons 買了或者贊助 附近有Ground Burger Bar 可以考慮吃 不知原來Tim Hortons 早前已經被美國的連鎖快餐店 Rendis 買了 如果這樣說法 Tim Hortons 是否還是加拿大公司 好了 一路直走看看還有沒有其他新的景點 這個位置很特別 我猜應該是用雲石做的桌椅 冬天結冰 如果坐下去不知會不會是超級冷 New Market 這個地方很值得遊覽 距離多倫多市又不是十分遠 而上去官方網站可以找到很多行山徑 可以走 5月到10月逢星期六還有Farmer's Market 原來早前介紹過的歷史大交 New Market 的 Main Street 是古蹟保護區力 剛才遠遠聽到有噴水池聲 現在終於看到一個大噴水池了 這個大噴水池就在Farmery Lake Park公園的入口 這個公園又是New Market 的一個著名景點 今次就不特意進去走 因為有排行的 就是這條小路一直走 就可以看到Tom Taylor Trail 那條小徑很容易走 適合一家大小走 我記得如果秋天的時候 還可以看到一些樹葉變色 非常漂亮 這條在北美時不時看到車 還拖著遊艇 很有度假的感覺 在這位雖然有很多車 但在這裡慢慢走真的很寫意 這裏就不是尼亞加大瀑布 但就是Farmery Lake Park 的小瀑布 這個村莊的花真的特別漂亮 加拿大New Market 這個鎮真的發展得很快 目前人口已經差不多有9萬人了 剛剛看到這間在噴水池旁邊很出名的餐廳 聽說這間餐廳要預早去預訂位 我們又走回去Main Street 的地方 很有歐陸風情 原來是古蹟 介紹完這間在內街的British Imports 裡面有很多進口的英國東西賣 上次光顧過它的英國朱古力和餅 說回現在New Market 的鎮 其實它很有機會會榮升做城市 好像現在超過10萬人口的 Markum, Vaughan和Richmond Hill 已經是城市不是真的 這間Boutique 很漂亮 裡面還有很多東西吃 下次真的要進去走一轉 建築物真的很棒 不知道上面以前是否有人居住的呢 做更多古老建築物 這裡就有舊的遊證大樓 又回到教堂這個位置 這邊的街道很清淨很舒服 這個歷史史中心真的很值得來多很多次 所以我決定幾日後帶小朋友遊覽一下 可以認識到本地的加拿大文化 這一天的天氣非常之好 陽光充沛 這裡就是早前介紹過的New Market Ferry Lake Park 噴水池和餐廳一帶的地方 今天是周末 可以一家人來歷史市中心這裡 欣賞這麼漂亮的景色 真的很滿足 如果有時間的話 不要忘記走裡面的Tom Taylor Trail 小徑 裡面有一條河 如果沿著河 可以看到很多Canada Goose 多倫多現在發展得這麼快 那些人越住越北 New Market 真的不算這麼北 就是由Downtown Toronto 開車北上來經Highway 如果不塞車的話 一個小時左右就到了 今次帶上小朋友來 New Market Community Center And Lions Hall 來玩水 原來這個水池還在火車旁邊 剛剛聽到火車的響音聲 是Go Train 這裡玩水很安全 水去到腳板這麼深 終於見到高火車了 北上可以去到Barry 南下可以到Downtown Toronto Union Station 在這個位置玩水最開心 快點穿過去這裡 Thanks forTrain加拿大多倫多以北生活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一集 帶大家遊覽New Market的歷史市中心 請大家like share subscribe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